威士忌的家族非常龐大 亦有不同的派別 味覺以臭覺方面 都可以給予飲家不同的享受 其實也想問問Tony 有甚麼因素會影響到威士忌的不同味道 其實在生產步驟裡 我們由原料到每一種不同的做法 都會影響到它的味道 但在這麼多的步驟之中 人們就說木桶對威士忌是最大的影響 甚至我們可以說有六七成的味道 都是由木桶層面給威士忌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那釀製的過程當中 木桶的角色又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威士忌很多時候 用得二手的木桶 它之前會裝過其他酒 我們將桶變空了之後 再轉去裝威士忌 將上一手的酒的味道 承繼到威士忌 所以亦有很多人說 威士忌是整個世界最複雜味道的一個酒 我還知道釀製的過程 叫做過桶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步驟 和對於那個味道有甚麼影響 其實過桶是一個 這十幾二十年才開始的新做法 主要我們首先將一個威士忌 放在一個比較淡的木桶 然後我們會轉去另一個木桶 第二手的木桶 我們通常會用一些比較有特色 或者風味比較濃郁的木桶 可能會是紅酒 可能會是汙酒 也可能是植莉 葡萄、葡萄、加烈的葡萄酒 主要我們就是在一個基礎上 加上幾種不同的味道 其實可能同一個廠 我們已經會有幾種不同的過桶 就是幾種不同的風味 那我下次也要認真 去享受當中的風味 謝謝Tony